這個我們還是要跟政府來呼應一下 台灣是亞洲的製毒轉運中心 那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的刑期特別輕 最近有個台灣的男大生 他就把自己的頭髮全部都剃光 假裝是所謂的和尚 還穿上了所謂的一個袈裟 大家都想說 這是哪來的一個得到的一個高升 真的是要做紅髮 結果沒有 全身綁上了整個 從柬埔塞走私K他命來台 然後為什麼要走私K他命來台 因為過了台灣之後 只要一趟路能夠運到日本去 先跟各位說 這些貨物馬上漲了10倍 馬上漲了百倍 所以我們來看 他單單在腿上 他們說長大概是15公分 短大概是10公分 一綁全身綁了大概40代左右 那這些K他命 目前台灣的海關查氣完之後 是9.9公斤 市價的話大概是在2000萬左右 這個如果真的運到日本去之後 他可以再往上做翻倍 這個是最近台灣的男大生 我們再來看柬埔寨的海關 最近總局逮捕了一個台灣的男子 這個台灣的一個男子 也不知道是頭腦不對 還是哪邊有問題 他居然綁了35包的一個毒品 總共是4.9公斤的安菲他命 把它綁在身上 那為什麼呢 安菲他命目前在日本 一公斤隨便的叫價是200萬台幣以上 也就是說 他小小的綁這4.9公斤 折二台幣大概就1000萬了 然後走私就要整個轉到所謂的一個日本去 這個時候來跟各位談論到 為什麼日本人他們很愛用所謂的安菲他命 安菲他命就是在整個二戰的時候 他們如何能夠讓軍人 第一個不累 第二個精神能夠集中 而且能夠少吃飯 所以打了安菲他命之後 其實安菲他命的人很容易聞 從他身上走過去 他身上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味道 我過去長期在做吃 你說都打進去了 還有味道 因為他的長期肝臟使用過度 所以他們會有那種肝臟 就是不好的那種味道 嘴巴說出來 身上都會有 日本人他們就很喜歡 做一些專注的事 為什麼呢 打爬勁口可以打久一點 工作可以打久一點 所以很多的日本人他們愛用 日本的一個黑幫 這幾年 日本的黑幫能夠做的是做什麼 就是酒色才氣 不然就是為市 不然就是為所謂的一個住宅 可是最近日本的黑幫 第一個收入衰減 而且也呈現老人化的一個問題 所以最近他們就要另辟裁員 很多人為了生存 只好走回過去販毒的一個老路 日本目前道川會跟台灣的毒販 在做交易的當中 他們就尋找很多這種不要命的 他們可能一次給你所謂的 50萬或30萬 就說你辛苦百百的 看會過關嗎 就這樣直接這樣綁 先跟各位說 你這樣子一點點錢 就可以買你們小孩子 一輩子的一個人生 這樣絕對是不對的 然後他們90年代 還有那種泰川會 跟台灣的整個外省掛的黑幫 他們也勾結 他們計劃從基隆走私 150億公斤的安獨到日本去 所以很多的日本人 他們就特別喜歡台灣的這些 所謂的台籍的製造的 所謂的製毒師 為什麼 因為其實東南亞的製毒師 他們都知道 反正你就吃下去 你也不曉得會頭三個東西 它裡面就是 它一公斤的安非他命 它可能裡面大概只有 400公克到500公克 其他人可以加其他的 反正你吃下去 你也感覺不到 但台灣的人不會 所以我們在7月份的時候 就有偵破 某一家生技公司的 張信的一個負責人 他居然在2019年 有夠大膽的 去租了大學的一個實驗室 而且他還找了市場上 兩名的非常出名的製毒師 然後他還跟這兩個製毒師說 你們兩個都不要碰面 就分開兩地 你先做A過程 你做B過程 後面他們就在這個 所謂的大學裡面 把這兩個來做合成 合成完之後 就製成所謂的一個Ketamine 我們剛好跟各位說 做成Ketamine的過程當中 常常會產生所謂的高溫高熱 結果夜路走多了 也會碰到鬼 沿路租租租租租到去年的時候 實驗室居然燒掉 就是在辦的過程當中 他燒掉了 那燒掉完之後 大家發現奇怪不對 後面才知道說 原來這個是製毒的一個工廠 無論如何 幸好燒掉了 幸好燒掉了 在大學裡面製毒了 很誇張 生技公司合法的 然後直接租大學的實驗室 然後在兩個不同的地方 在整個實驗室裡面來做組合 各位就是這麼扯 所以再跟各位說一次 現在是暑假的一個期間 家裡面的小孩 不管是男生 女生 做什麼事情要很小心 就像這個男大生一樣 他的一輩子 因為這一次先跟各位說就完了 台灣有很多台灣之光 護國神山台積電 當然是最標準的一個 居然還有一個台灣之光很另類 叫做台灣製毒師 甚至連台灣博弈代工的產值 一年就比政府的稅收還要多 怎麼回事 你這個題目很適合我們現在目前在上 我在修管課程裡面有一個叫博弈管理 就是你說這個博弈代工 那這裡面還要往前講到一個 菲律賓的事情 因為菲律賓他在 他今年的這個小馬 小馬可是 就有尷尬 因為中國不能賭博 就拉了中國客到這個菲律賓去 就發現天啊 一大堆中國的這些來賭博了 洗錢了就算了 他來這邊包括有什麼 包括有這個賣淫的 人口販賣的 還有包括綁架多多來 金融詐騙 金融詐騙最多 這裡面竟然找到一個 Alice郭 這個郭華萍這個是誰 就13歲就移民到了這個 所謂的移民不是 就是用假的證件 假的那個 前幾天在菲律賓滿轟動的 是一個市長 結果居然疑似是個間諜 郭華萍這個事件 已經菲律賓在抄 他們的小馬可是講說 今年年底全部要抄光 因為一公發現 當時開放給這些 離岸的這些博業者 來菲律賓今年 賺多少匹首 1660億 但是一年也虧掉 2660億匹首 倒了一千億就對了 他說這個沒差不行 那為什麼跟台灣有關聯性 因為我們台灣的 很多的技術指導 我們技術指導有什麼 有這個叫做培養核觀的 也有培養叫做行銷的 也有做機訪的 也有做技術 我們現在很多 一個IC設計的電腦板 那個實際上很多的 那個硬體設備 是台灣過去的 但是我們台灣的 這些後台的處理 跟這個主機板 包括人員訓練 我們台灣都很厲害 那現在目前在想說 你們內湖 離我們這邊不遠的 瑞公路那邊 內湖一條街跟我們七起 一模一樣 農林部就用博弈代工 好這個台灣過去 有一個十大通緝要犯 在台灣殺人躲在中國 但是他一直躲在中國 中國也沒把他送回來 中國要抓人沒那麼難 為什麼不送回來 結果他在中國 就又犯下了一個更大的案子 最近補法 那麼這一位是 桃園赫赫有名的 小南門幫的前幫主 叫做A.R.V A.R.V.黃建偉 他個頭雖然不大 但問題是 他手段非常的兇殘 很敢開槍 所以當時 在這個桃園地區的時候 那麼就率領他的手下 那麼去收保護費 如果你保護費 這個等於說不繳的話幹嘛 就會砸電幹嘛 所以後來有一間KTV 還被手下 叫說手下去開槍等等 還去在勒索賭場的時候 跟警方發生警匪槍戰等等 最後甚至於 因為他懷疑自己一個小弟 跟自己女朋友 有暧昧就對了 所以後來 這個女朋友被潑瘤酸 但是是誰潑不知道 但是這個小弟 那麼他要找這個小弟 報仇的時候 那麼小弟沒找到 你知道嗎 竟然遷怒小弟的舅舅 這個跟小弟舅舅什麼關係 遷怒他把他帶到山上 把他潑流酸酸 一槍斃命 這跟他的舅舅沒有關係 但問題是他手段就是這麼兇梗 所以到後來 到後來 那麼就逃到對岸中國去了 逃到對岸中國去了以後 結果沒想到又涉及了 極起的這個魯仁勒索案 那因為其中有一位也是桃園的理性富商 那麼他來到了這個中國的珠海了以後 才剛到進飯店而已 五個自稱是中國公安的男子 就把他給抓走了 說要協助調查幹什麼 把他抓走 套上頭套幹什麼 就擄人勒鼠了 那麼一開架就是5000萬的新台幣 而且叫他強迫他寫五張 那麼各1000萬的這個本票 然後那麼家人透過管道 透過兩岸地下匯隊 匯了大概2000萬有讓他回來 之前聽說 那麼我已經證實 我們台灣警方接獲憲報說 有先擄了一個姓魏的 那麼一個台商 但是因為在談這個 擄人勒鼠的相關的金額的時候 兩邊在殺架比較頂端就對了 竟然把他給殺害 還把遺體放在冷凍櫃裡面 很殘忍的進行這個等於說 肢解分屍等等 那麼他的手段就知道 那這一次 那麼因為被害人獲釋以後 趕快逃回台灣來 然後跟台灣的警方報案了以後 那麼就通過剛剛惠民所講 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就模式通知對岸的中國 所以中國很快 那麼一接火以後 砰 就抓起來 抓起來之後照理來講 不是把他送回來就好了嗎 但因為他所設的魯仁德署案 跟所設的這個撕票案件 發生的地點是在中國 所以中國就用這個作為理由 在上個月的時候 低調進行一個簡單的一個 假祭告別式的方式 這就是當年曾經在兩岸 這個喚下很多槍擊案 擄人案 殺人案的 這個ARV的故事